您覺得您適不適任 國安局長 我想 我會很和緩 我是說你個人認為 你適不適任 我個人要努力 努力從攻 對 但是你個人還是認為你適任就是 我接受各方的評價 對 但是你認為你適任 我個人努力從攻 好 那我要 我請教說 這個事件上面來講 從你這個行程整個被曝光上面來講 這個對你個人來講 或者是對整個我們中華民國來講 是不是都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還是你認為說這個只是單一的事件 我當然不願意看到這個事情發生 不是 我問你說它是不是 我也很遺憾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這種也不是單邊行為的情況之下 嚴不嚴重的事情 從全球來講 任何一個國家發生這個事情 它是一個嚴重的事情 還是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這個坦白講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我問你 不是只有對你個人而已 對中華民國來講 它是不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想基本上 你看這個包括香格里拉的東西 被出去 嚴不嚴重 這個是在全球害親的事情來講 其實是一個 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局長 嚴不嚴重 這個事件 對國家來講 嚴不嚴重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嚴肅 但是不嚴重嗎 也不能這樣講 嚴不嚴重 講嚴重這兩個字 對你現在的身體狀態來講 很困難嗎 謝謝委員 嚴不嚴重 你連這樣的事情 你都不肯講它嚴重 你不願意面對它嗎 因為我們知道 以這樣的情形 不要講說 因為這涉及到委員 嚴不嚴重 這涉及到 跟友方的合作行為 我們不能做這樣的簡單的評論 我沒有在講說 你跟誰合作 我對誰 你跟誰合作 沒有興趣 我現在講說 這個事件 在全球都知道的情況之下 對中華民國來講 它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是還是不是 我想坦白講 你就是不願意回答 如果這樣一個回答 那泰芳怎麼辦 當然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們一樣有彼此 你連這個東西都不願意承認 現在泰國 現在泰國對於中華民國 全球的這個影響 這個重大的一個影響 到這樣的程度 你今天完全沒有 戰駕國家利益的方向想 難怪你到今天位置 從事情到今天發生之後 究竟你認為它嚴重 你就會馬上去查它 你認為它不嚴重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單位 查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停過 查這件事情沒有停過 沒有停過到今天 你查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你剛才媒體已經披露講說 你講說是一個華為的這個 這個顯示器的關係 那我請教你 如果是顯示器的關係 為什麼會拖兩個月的時間 才出來 零零總總的問題是說 當你面對這樣的問題 你去正視它 你去檢討它 你才能夠解決 如果 我現在不 我現在不想知道 你在泰國那邊接觸的點 但是今天如果真的像你講說 認知作戰的情形的話 那會不會整掛的你的所有的情報網 全部都受牽連 會還是不會 我就是要知道 你有沒有正視這個問題 如果你正視 現在不是你個人的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整個中華民國的事情 我們現在兩岸的局 是非常緊張的情況之下 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我們整個情報網 會不會因為這樣受到牽連 我們的同胞 會不會因為這樣受到影響 你腦筋裡面只有想到你的泰國 謝謝委員 只這樣沒有到那種情況 我們第一個時間 你的意思沒有到那種情況 是說我們的情報網不會被瓦解 那我要請問的一樣 同樣的到夏威夷的事情 也是一樣啊 不是這樣子嗎 到夏威夷的事情 你在對於這麼重要的事情 討論的時候 如果你對方的原來的代表是誰 你後來不能夠參加的 這個訊息不是在第一個時間 就會已經出來了嗎 我們更何況我們講說 美國的Intelligence 是很精準的 而且很前進的 以這麼重大的會議 你4000我方的人出訪的時候 不知道 要到現場的時候才會知道 這個訊息 還會所有東西都出來 現在這樣子的情況來講 對我們台灣的Intelligence 有任何的一個支援嗎 沒有啊 你說全部都曝光在別人的眼皮底下 是什麼原因 你到今天已經發生事情這麼久了 你說不出來 就是因為你沒有證視它 那我回到今天第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認 我今天就要公開的講 你不是認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